大家好,我是阿毛 今天要說的是一個關於電梯的故事 這是我之前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公寓 發生的事情 住在六樓的我 從來沒有爬過那裡的樓梯 下樓梯也就算了 上樓梯我真的沒辦法 但是在發生的那件事後 我再也不敢搭電梯了 那時候我還在念大學 一個沒有課的平日中午 我想要去便利商店買午餐 走出了房間 要從六樓到一樓 我當然是坐電梯 當時電梯是在八樓 按了電梯向下的按鈕 等待電梯下來 當電梯的門打開後 裡面站著一位中年富人 因為有看過幾次 所以還有點印象 稍微打個招呼後 我也就盯著電梯 而電梯一樓的按鈕 已經被按下了 之後在四樓又停了一下 有位送貨的大哥 跟著我們一起打電梯 三人的目的地都是一樓 但是電梯卻很突兀的 在三到二樓中間停了下來 一瞬間 不太大的重力加速度 讓我們稍微彎下來身體 電梯裡面的我們 不經院面相聚 怎麼一回事 難道是故障了嗎 應該不是停電 電梯的照明沒有問題 這是什麼情形啊 我小聲的嘟囔著 中年富人跟送貨大哥也摸不著頭緒 我們等了一會兒 電梯完全沒有要動的跡象 於是送貨大哥 按下了電梯的緊急呼叫按鈕 卻得不到半點回應 他嘆了苟氣 到底是什麼回事 沉默了不到三分鐘 電梯又突然開始運作了起來 我嚇了一大跳 可是很奇怪 電梯不是往下到一樓 反而是一直往上 最後停在七樓 然後電梯開了門 我看著電梯的門想著 這是怎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中年富人說這電梯好像不是很穩定 也不知道會再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還是走樓梯比較好喔 你說的有道理喔 送貨大哥說完跟中年富人一起走出電梯 我也覺得就像他說的 這次算是運氣好 要是再有下一次 很可能就完了 於是我也決定跟著他們 等等好像不對勁 這確實是七樓的景色 但是這也未免太暗了 完全沒有一點燈光 我完全看不到走到的盡頭 莫非是晴電嗎 才這樣想著我回頭看了看 只有電梯裡仿佛是不同世界式的 燈火通明 有一股強烈的違和感 我往外面一看 什麼 天空竟然是紅色的 是日落的晚霞嗎 不過現在不是那個時間啊 一股令人發寒的鮮艷刺紅 然後地上是一片漆黑 隱約可以辨識出高速公路跟大廈 此外我完全聽不到令我討厭的車流聲 眼前完全沒有一絲生氣 我回頭一看 電梯門好像就要關起來了 等等我該怎麼辦 千鈞法之際我還是進了電梯 這次電梯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狀況 它安穩的直達一樓 外面一路往常 人們步行著 車子穿梭著 一樣還是白天 這是平常的世界 我安心了下來 冷靜下來以後 我開始在意走出電梯的兩人 我來到一樓的樓梯口等待那兩人 但是我等了又等 始終不見任何人走下來 因為莫過的15分鐘 還是沒人 真是太奇怪了 我又開始害怕了起來 於是我就跑到外面去了 不管怎樣 就是不想待在那裡 在那之後 我變成了一個不敢坐電梯的人 即使我現在已經辦理了公寓 也一樣 那裡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我對此深信不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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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孔